我從沙田頭新村開始登山 沿崎區 斗斜黎佬一直往上走 跟著循惠信經五段走幾分鐘 當走下一條石級 就來到北架山隱水道東面的起點 終於走完第二段最辛苦的行程了 北架山隱水道全長大約6.4公里 碗沿於施山和北架山中 沿途收集附近山屋一帶的山水 最後流入西面的終點 九龍水塘 那裡也是偉信經五段的終點站 北架山隱水道的起點現在 鑽鑽流水 但當沿途不斷收集山水之後 就會逐漸地變成一條流水繁繁的小溪 正是滴水會成河的簡單哲理 接著我會循北架山隱水道 走到莫夫石登山口 OK 戴著航山隱水 可以的 可怕 不願意 不隔山隐水道平衡而走 知在老房的樹木茂密 遮探沙灘的風景 走起來有點沉悶 一般的房間 小棉木茂 原來我隔移會遇到一點頭子 所以有客人完全沒有滴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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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精神为之一振 继续向前走一会 继续向前踩个弯 河首一望 ,望出石首束立在不远处的山顶上 出广路锦链 そして大量,小型锯链 我看前手 沿北架山引水道走了大約一小時 來到一個分岔路口 左邊是通往望夫石和獅子山的登山步道 這裡亦是望夫石和獅子山的其中一個登山口 我就在這條步道登上望夫石 OK!登山啦! 登上望夫石這條步道是獅雄古道的其中一段 在獅子山的東面和西面 各有一條連接沙田和九龍的石徑步道 是昔日往來兩地的主要通道 東面的步道負通了沙田佐伯坑和沙田奧道 然後連接九龍獅雲山 現在稱為磁沙古道 而西面的步道則由九龍環頭陷 滿延直上獅子山奧 然後通往沙田 即是我現在走這條山路 現在稱為獅雄古道 上了一會兒 迎面是一個Y字形的分岔路口 左邊是去獅雄山 右邊是去望夫石 其實兩條路都可以去獅雄山 我是去望夫石 沿右邊的獅雄古道繼續往上走 沿途有些地方可以眺望山領的望夫石 當跨過一條小溪之後 接著都是斗斜的石街路 一直滿延到山上的望夫石 走起來非常有趣 從北斗里的石頭 封面市場 家MC 接下來也進去稍微 非常有趣 我幫我走 那一條路 海公園 封面市場 海公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昔日立元村的村民将香木经红梅谷 登山过望枯石 攀越狮子头 运送到狮子山另一边山下的黄大仙 这就是当时运送香木 现在称为狮雄古道的古道 路途可谓遥远间身 之后香木再从黄大仙运送到香普头 即是现在的尖沙咀 再运送到香港村 即是现在黄竹坑的一个村落 最后以船转运送到广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往上走 当经过路旁一块又一块巨石 时 知道已经接近山顶了 一块巨石 一块巨石突立眼前 终于来到望枯石了 此月 没有来望枯石 多年了 最记得 在小学来这里旅行时 老師每次總會重複 婦人登山盼望富貴 最后化為岩石的傳說 現在想起來 不禁笑了出來 站在望夫石旁的崖邊 虎南沙田市鎮 真有大地左腳下的感覺 在望夫石逗留了一間 巡返路下山離開 很快就返回北格山隱水道的 望夫石登山口 在此轉左走十多步 來到一個分岔路口 這裏是紅梅谷自然教育徑的終點 我要往山下的紅梅谷燒烤場 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第一,繼續向前走 然後沿紅梅谷自然教育徑下山到紅梅谷燒烤場 第二,沿右邊的石階路下山到紅梅谷燒烤場 這條是一條捷徑 比紅梅谷自然教育徑好走很多 我在路口游移了一會兒 最後選擇了第二條路線下山 主要的理由是 因為前幾天都下雨 紅梅谷自然教育徑的泥路 會一片泥淋 很濕滑 而且不要走 原石階路我客走 石階捷徑 複熱得好好 臨陰閉天 走起來十分輕鬆 領悟一位 跟著天然教育徑 好緊兒 待會到天然教育徑 玉吉階最近 一切 似乎 大喜好 大喜好 小 высту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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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往下走一会儿 就来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堂的虹梅谷燒烤厚厂出入口牌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虹梅谷燒烤厚厂出入口牌坊 从虹梅谷烤厚厂登上网枯石 不用一小时就可以到达 接着去步行到沙田车工廟 离开虹梅谷烤厂出入口牌坊 在前面的安全道走过马路 继续往下走 在沿前右边的石级往下走 虽然好像猛中中走 但其实路线都很简单 只要朝着沙田车工廟的方向走走 出入口厅 经过今次花园第二期 在前面的路口转由圆翠田街一直走到尾 在路口转由穿过一个停车场 迎面就是沙田车工廟 沙田车工廟今天没开门 唯有在外面随意提提 那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离开沙田车工庙 沿车工庙路走 经过离屋新村 走过港铁沙田车工庙站 穿过一条行人隧道 便来到城门河半的 《香港圣经》研习中心 《香港圣经》 继续向前走 沿丝紫桥跨过城门河 专有圆城门河半的门跑敬酒 便来到沙田公园 这里也是我今天沙田远竹的终点站 谢谢收看 如果喜欢 请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按个like 和留下评论